作供养就有很大的福报 有一个故事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天有一个大转轮圣王 不是光管地球 管了地球是其中之一而已 他是四大步骤的 经转轮圣王 然后来到佛陀面前放光了 然后等他离拜完佛陀 听闻佛法以后离开了 旁边的弟子就问佛 这位转轮圣王居然管了整个世界 他上辈子做了什么功德 佛陀说 他不但管这个世界 天道也是他管的 玉皇大帝都听他的 大家更诧异了 为什么呢 他造什么功德呢 佛陀就说了 在过去 加塞佛的时候 那很多人 看到佛陀出来 加塞佛陀出来 大家就抢的供养 当然 国王啊 有钱人啊 一定在前面了 然后呢 有一个贫穷人 乞丐 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看到 加塞佛陀 内心起得 欢喜心 恭敬心 他也很想供养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根本过不去 但是呢 他决心要供养 所以呢 当佛陀走过来 大家都涌过去 在供养 跪的时候 他就跪在后面 跪得很虔诚 然后佛陀经过的时候啊 他口袋只有几颗豆子 因为他是个乞丐嘛 只拿到了几颗豆子 然后呢 他就把豆子远远地撒出去 佛陀啊 接受我供养啊 愿我生生世世脱离贫穷啊 脱离贫贫啊 然后就把它撒出去了 一撒出去 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 用他的神通 四颗豆子就掉在他脖里面 四颗 那其中有一颗 就掉在佛陀的头上 佛陀还用神通把它接起来 让它不掉下来 然后佛陀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大转轮圣王啊 四颗豆子掉在佛陀的脖里面 所以做了四大步骤的转轮圣王 其中一颗掉在佛陀的头上 所以天道也是他管的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供养佛陀以后 我所得到的福报 佛是这个世间圆满的福田嘛 所以如果能够供养尊敬大福田 那你行为反作用力 福报很大 所以各位 爸爸妈妈是我们的福田 因为养我们生我们叫恩田 学校的老师进一步的 跟我们讲说佛法的法师 圆满的佛陀 更是我们伟大的福田叫敬田 我们供养福报也很大 还有一种福田叫什么 慈悲的福田 那些可怜的动物要被杀的 那些孤魂野鬼各位超度他 那些可怜的乞丐 你愿意亲自拿个饭菜钱 当作是自己人一样 不会看不起他的 布施给他 这也是大福田 生生世世做国王 所以第一章本运经说 下心含笑 自己也谦虚含着微笑 亲手布施给贫穷人 那这个人生生世世做大领导者 大幅抱着 倒过来讲 一个人看不起别人 那你生生世世就没身份没地位了 一个人贪心 不舍得不失 生生世世就贫穷了 ens正在其他当中 今期有機會 odan 有事 上手 有事 感激 оф ユー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念六字大名咒 念的时候各位观想 你要回向的对象 比如说 从自己最亲爱的对象开始观想 爸爸健康 妈妈健康 活的人可以 再来就观想往生的人 坐在莲花 得到大家共善业 今天这么多人一起 修这个善业 早上还有绿度魔法会 然后呢 今日的功德 前天我们还特别有放生 然后呢 这次来已经 救了两次的生命 所以 当然各种的功德 通通融入 现在念六字大名咒 各位教会 一个一个想 想到他们 而且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德 大家一起合起来 就 因为你的悲心 我帮你别美 他得到这个功德 当然你自己的亲人 想完了 麻烦各位想着 黑死并往生的 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我们昨天去那个什么 蒙马特 蒙特嘛 虎木 对不对 你们巴黎这边 有两个名人虎木 昨天我们去做燕工 也做很大 刚好碰到两个黑人 跟他讲一讲 讲一讲 他说可以 越少越大 然后 但是无论如何 都跟他们结善缘 所以各位 你念欧玛丽贝明康 最好你的悲心呢 就融入到整个 地球世界 整个法界 所有众生 你想到他了 想到马 想到往生的牛 想到往生的龙虾 他就得到超度 好 这样念一下 来 这边要想到往生者花光 他坐在莲花上 他的外表 变成阿弥陀佛 他的脸可以变成 他的脸很庄严 在微笑 谢谢大家的功德 他感恩 他要去净土了 流产胎儿 也坐在莲花上面 他们很快乐 发光 要去净土 那些被人类吃掉的动物 脱离痛苦 坐在莲花 变成人的形象 跟阿弥陀佛一样 他们要往生净土 这样观想 各位在慈悲观想 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 地狱的众生 都往生净土 恶鬼